再請教一下蔡醫師 帶殼海鮮看起來是說 如果有過敏的人都很嚴重 那為什麼花生也會 為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每一種物質裡面 都有一些過敏的 像是蛋白質之類的 這種成分所存在 所以說呢 你可能裡面有一些花生相關的 這些蛋白質接觸到的時候 你就會有這些反應 所以不只這樣子 像是花粉裡面 或是一些水果裡面的一些物質 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問題 水果有什麼東西 會給我們過敏 對 台灣就是那個綫藥 綫藥國 綫藥國的 綫藥國的 綫藥的毛的 綫藥的毛是毛的 綫藥的毛是毛的 綫藥的那個 綫藥的毛嗎 綫藥的毛 綫藥國我知道 但是綫藥的毛毛 沒有綫藥是他的那個知藝 有了 你之前有一個新聞是 那個台灣人去澳洲打工 然後去摘那個芒果 結果他不知道嘛 他不會去打手套嘛 結果他整個臉都蒸起來 都說過臉這樣 後來是那個芒果 外面的那個汁液 其實我覺得我要提醒一下 我通常說你去菜市場買有沒有 你買回來的時候你摸 那外面有什麼黏黏的這樣有沒有 那不要讓孩子摸到 什麼東西黏黏黏的 那外面有在黏黏的 那就是過敏源啦 那個會造成就是 有時候我自己也會有一點過敏 就是說如果你在就是放在那邊 你買回來就不可能媽太小 台灣就說鑽子有鑽子冷 對 酸的冷 所以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最後是不要讓小朋友摸到 那個要洗完之後才比較不會過 當然也有人是直接吃芒果也會過敏 奇異果也會有 有一點毛的好像都會 奇異果要看個人 水蜜桃 我還聽說有人吃水蜜桃過敏 就是那個毛 毛啊上面有毛的 水果都很容易 不要包著毛了 雞蛋你會喔 雞蛋裡面也會 而且還有分熟蛋跟蛋白蛋黃 生蛋熟蛋這樣子 對 有不一樣的 所以有些人是對生蛋的人會過敏 煮熟了以後雞蛋他就還好 煮熟就好了 煮熟就好了 有些人蛋白質會不一樣 蛋白質會變性 然後所以他們辨認到 最主要產生過敏 是因為蛋白質的一些結構 做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吃飯 對 吃飯 如果你是吃生蛋會過敏的話 我們可以才吃熟蛋 或者可以嘗試看看啦 臺灣人吃生蛋少啦 日本人就吃這個啦 沾醬裡面 沾醬 你知道嗎 像有一些 像我有朋友的小孩 他是對蛋的這種製品 或是食物成分會過敏 他真的從小很可憐 他的生日從來沒有吃過蛋糕 生日蛋糕 他就是只得用其他替 他說每次來他就是拍拍照 然後其他家人吃掉 不是蛋糕不一定要加蛋啊 所以現在有很多替代的不同的成分 他們就是換那個成分 然後做成蛋糕的樣子 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很可憐 就蠻可憐的啊 你就從來沒有吃 有啦 他說他都會給他吃一小口 然後其他就是家人分掉這樣子 OK 牛奶也會喔 牛奶也會喔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很可憐 就是他們從出生 可能遇到一些配方奶啊 甚至遇到母奶啊 可能就會有出現拉肚子 很嚴重的腹瀉 甚至起疹直的情形 或者是異味性皮膚炎一直都不會好 有可能是對牛奶 母奶不是最好的嗎 是 母奶是最好的 但是不代表他不會發生一些過敏 的情形 所以還是要注意 那吃羊奶啊 羊奶也會 所以我們通常吃馬奶啊 很辛苦他們就必須要住院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食物過敏的一個測試 因為我們不建議家長在家裡這麼做 他就說如果他吃了配方奶 可能因為是過敏 那我們是不是要換什麼什麼什麼各種奶粉 像什麼水解奶粉啊什麼之類的這樣 我會建議這種情形就要找風濕科 像是小兒風濕科 來去做一個評估 因為醫生會讓他住院 住院的時候呢 我們來去一點一點一點的測試 這個其實才是最重要 因為他測試了 如果他有很嚴重的反應 那就在醫院可以急救啊 可以給藥啊 可以觀察這樣子 對 OK 好 這個惠文這邊是有一個幼兒園的男童 說因為呼吸困難嘴巴眼睛腫瘡被送急診 對就是說我們其實過敏反應 其實剛剛幾位來賓也都有提到嗎 包括像說那個雷師傅這邊 眼睛腫啊嘴巴腫啊 或者是說像以理這邊說 這個有呼吸困難啊 其實這個都是急性過敏反應 那事實上我自己一個比較印象深刻的例子 他是 大家會覺得說 像我自己那個也是吃 才吃完 馬上我印象中可能半個小時內 就出現了症狀 然後接下來是有看到有一個小男嬰 他真的還蠻 真的也蠻危險的 但是因為家長不知道 因為小朋友 這小baby嘛 他其實也還不知道他對什麼東西過敏 然後呢這個案例是大概五個月大的一個小男嬰 那時候就是家裡有做那個就是九層塔炒蛋 裡面有一點點蛋 然後據媽媽講說他只是給他吃了幾口而已 結果沒想到一開始他就有點哭鬧 他以為他是沒吃飽就餵奶 結果又過四十分鐘 結果沒想到呢 就整個就是皮膚都變色了 就是紅腫了 然後在四十分鐘之後 因為他也沒有這個經驗 也分辨不出來 再過四十分鐘發現整個連嘴唇都止掉了 所以甚至呢 就是這其實整個一連串反應是蠻快的 然後後來就是本來要找那個 就趕快衝訊那個派出所 想要請警察開到你知道嗎 就是要趕快送醫院這樣 就後來是那個 因為人手不夠 就有請他坐這個救護車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通常都是在這個 如果急性的這個過敏的時候 真的是會要快速的反應 好 蔡醫師 你說有人吃偷刀 他過敏致死是因為跟男朋友接吻 那這個就真的是 剛剛也有跟伊利討論過 對 沒錯 這個有文獻 而且這件事情蠻大的 這是在加拿大的一個案例 那這個小朋友其實從小到大 他就已經知道他是花生過敏 媽媽也有幫他準備這個 剛剛提到這個epipens 這個急救病在家裡的 結果他交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那這個新的男朋友 可能也不確定他知不知道 他有花生過敏 然後他們在睡覺之前吃了一個花生的三明治 然後他們就要去睡覺 結果他睡覺前因為你農我農嘛 男生吃了花生三明治 女生沒有吃 女生沒有吃 女生知道自己過敏 結果他就給他一個goodnight kiss 就是睡前的一個晚安吻 結果這個女生去睡覺之後 他又發現自己呼吸困難 他有打epipens 他有打急救針 然後他男生還幫他叫了救護車或什麼之類 後來還是來不及 就往生了 那應該是吻的問題吧 對男朋友過敏 因為他沒刷牙 男朋友沒有刷牙 沒有刷牙 就是這樣子才帶到愛 光是他男朋友吃了 花生三明治 然後跟他接吻 他沒有刷牙 這樣就做 就這麼嚴重 是的 沒有錯 就是有些過敏 反應其實是蠻厲害的 蠻厲害的 對 所以也是不能輕 我辦公室裡面有個同事 他就是對花生過敏 那因為他又有氣喘嘛 所以他的過敏又引發氣喘 是很可怕 然後那一次是因為呢 我們在辦公室有人在吃花生煎餅 就在他附近 那因為你知道那煎餅 就是很 他是很大一片 那他分給大家 就是撥你一片我一片 那因為他 他在講電話 他不知道他的旁邊 有人在那邊撥花生煎餅 那他是沒有吃 但是因為有一個人靠近他很旁邊 不知道他對花生過敏 就撥一片 所以你要不要吃 他一看到是花生 你知道他整個人是彈跳 彈跳 電話關掉彈跳 然後我們想說發生什麼事 是有蟑螂嗎 這樣 因為他是大叫的 我不能讓花生靠近我這樣子 然後我不曉得是不是 因為他在大叫的時候呢 那個疤的同時 就是細粉跑進去了 他就氣喘 他就氣喘 然後快要沒辦法呼吸了 你知道嗎 然後就趕快就是比他的帶子 然後同事 因為有一個人跟他比較好 趕快把那個氣喘的藥拿出來 讓他先吸 那吸完之後 他還是不舒服 就打電話叫一一九 把他送到醫院去 所以才知道說 真的人家沒有吃花生 可是那個真的太靠近他了 沒辦法吧 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就 就是不曉得 他是因為太緊張 然後產生氣喘 或是真的有一點花生 跑到他嘴裡面 引發他過敏 因為因為那個時間太快了 所以如果有過敏 一定要跟很親密的人講 是 沒錯 像這種 我們其實也是有方法去防範他的 第一個就是要接吻的前一餐 不要吃對方有過敏的食物 前一餐盡量不要 或者是要接吻的前幾個小時 如果你真的可以有親密行為嗎 可以 但是臨床上也有一些案例 我們叫做Cats Report 有一些案例討論 即使比如說像我的太太好了 可能對抗生素過敏 然後先生就是跟他發生 就是性行為的時候 先生剛好在使用那樣的抗生素 結果也有發生過 就是因為有提議的接觸嘛 所以也出現這些過敏的反應 抗生素 抗生素 不是避孕藥嗎 不是不是不是 抗生素是 抗生素 比如說我一個細菌的感染 然後我要吃抗生素 比如說我泌尿道感染好了 然後我要吃抗生素 或是我一些鼻豆鹽 什麼之類的 就吃了以後呢 可能我另外一半 是對這個抗生素過敏 可是抗生素 抗生 抗的是外來的生物 不是抗女生 抗男生 我們先休息一下